男人打开冰箱 突然被下子缩回手 他以为自己眼花了 可外侧也布满黑斑 就像被腐蚀了一样 他试探性的伸脚 踢开了黑布 紧接着 听到头上一阵 习习酥酥的动静 男人慌忙跑出房间 转头碰见了邻居 他刚要询问 却看到对方只剩半变脸 男人赶紧逃出大楼 但外面的情况更加糟糕 到处都是腐乱的痕迹 建筑物扭曲颠倒 纵横交错 行人支离破碎 残缺不全 整座城市陷入了一片混乱 前一脚还是天台 下一脚却是高楼耸立 男人想不明白 自己只是睡了一觉 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 突然远处传来诡异的笑声 一只黑色怪物从楼顶跃下 向着男人加速冲来 手臂重重砸下 他却被一股热浪弹开 两个全副武装的人夹起他 转身就跑 留下黄毛垫后 一脚踹飞路灯 但怪物紧追不舍 而前方没路了 怎么办 男人被猛的一推 坠落竟然变成了滑行 他们顺着唐人街一路向前 先看门帘 穿过废墟 居然到了威尼斯水城 几人用力一蹬 就这么倒着飞了上来 威尽依旧没能解除 那怪物像是拥有学习能力 也照着几人的样子 取习一跳 这一枪虽然轰飞了怪物 但黄毛的手掌也被划伤 他紧紧握拳 叫队友快跑 可前方又是绝路 这时 另一名队友拿出手雷 拉开保险 迎上了怪物 极限一换一 暂时安全了 路上 男人问这到底是哪 可答案却远远超出他的预料 原来 这是一个由昏迷之人搭建的意见 他们因为车祸或者药物 陷入了昏迷 而意识联系在一起 构建出了这个世界 所有物体都是现实记忆 但它们太多又太散 所以 大部分是破碎 或者残缺的 至于黑色怪物 则是那些捣死亡的病人 也就是俗称的植物人 家人不愿放弃治疗 他们又不能回到身体 就会变成满心怨气的杀戮机器 说话前 三人来到一片草地 而天上 有个巨大的工厂 男人以为还要飞上去 可两名队员 却带他上了公交车 令人震惊的是 车厢前后 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原来 有人记得车在郊外 有人记得车在楼外 记忆交错混乱 让这辆公交车成为了一个神奇的通道 连接着幸存者基地和外部世界 基地有一名领袖 他是最早来到这里的人 而其他幸存者 大部分都拥有特殊能力 有的能召唤分身 有的能治愈伤口 而那个黄毛 则是力大无穷 可以徒手接住炮弹 觉醒能力的唯一方法 就是直面威胁 他们找来火箭筒 栽进铁罐当作子弹 对着男人 一炮 没有接住 两炮 真是个废物 所有人都失望离去 看来 男人注定平凡 只能做个普通的搬运工 可当天晚上 他做了个奇怪的梦 梦见自己身处医院 周围躺着一排病人 他夺门而逃 上了一个女人的车 但下一秒 迎来猛烈的撞击 再次睁眼 就身处异气 他不知道那个梦意味着什么 但他知道 一个普通的搬运工 获取不了更多信息 此时 恰逢基地弹药告急 他们需要去外界补充 男人便毛随自见 加入了队伍 他们绕过拔地而起的楼房 路过巨大破败的天文台 不管经历多少次 男人都会为眼前的场景感到震撼 卖上桥梁 一只拔剑的巨手越过头顶 继续向前 左侧是骑士 右侧是佛像 东西方文化就这样融合与碰撞 终于 他们来到此行的目的地 外面是茫茫雪山 一艘核潜艇浮在海面 而人们跟鱼一起待在水下 除了异界 还有哪里能看到这么壮观的景象 一群人很快收拾好弹药 瞄准最后目标 喝尖铁上的鱼雷 可就在这时 远处冲来三个黑影 是怪物 更不凑巧的是 钢索突然断裂 鱼雷滑了下来 一旦落地 所有人都要玩完 千军一发之际 孔中出现一个索道 稳稳地拖住了鱼雷 而这就是男人的超能力 凭空造物 回基地后 男人得到了更多承认 也被首领委以重任 原来他们一直在寻找 可以躲避黑色怪物的地方 但这个地方 只要存在于某人的记忆 那么总归会被发现 可有了男人的超能力 事情就有了转机 他们可以凭空制造一座安全岛 独立于记忆之外 这样就永远不会被察觉 第二天 所有幸存者都去到外界 寻找合适的场地 可走到一半就遇上了怪物 不仅如此 队里的黄毛还像发了风一样 将男人扑倒在地 狠狠地牵住脖子 打斗过程中 黄毛左手的绷带掉落 此时大家才发现 他早已被怪物感染 源头就是上次那道伤口 过不了多久 他也会丧失理智 看到这一切 独立没有犹豫 抬手就是一枪 但黄毛根本没死 还召来了更多伙伴 黑色怪物从四面八方赶来 将幸存者们围在中间 男人努力创造屏障 但怪物们速度太快 根本来不及 没一会儿就剩下五个人了 独立带着他们往基地跑去 可下一秒 男人眼中的天空开始崩塌 大地出现裂缝 他的脚步也越来越沉 一阵血晕袭来 他倒了下去 再次醒来 男人竟然回到了现实世界 那个梦中的医院 身旁站着的医生是首领 身边躺着的女人 是队里那个治疗师 看到这些 他终于想起了一切 原来男人是个不得知的建筑师 而这一天 他收到一家研究所的邀请 对方声称可以提供资金 帮他实现梦想 于是男人就跟女友开车来了 进到了那个传说中的所长 也就是首领 作为交换 他需要参与一场 关于梦境和异界的实验 但男人来到地下室 看见这里躺着无数昏迷的病人 便想拒绝首领 他拔出手枪 夺门而逃 坐上女朋友的车 却在路口遭遇了车祸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男人怒斥首领是个疯子 没想对方轻轻一笑 反问他 你怎么知道 这些人不是自愿的呢 其实 那个黄毛早就醒了 但他不愿离开一切 因为在那里 他拥有超凡的速度和力量 但现实中 就是一个自知残缺的废人 首领认为 自己是在帮助 这些现实中的失忆者 他答应男人 只要造好安全岛 就放他跟女朋友离开 没办法 男人只能回到异界 造桥修路救了大家 众人继续旅行 终于来到一片浮空 男人抬起双手 随着他的动作 空中出现道道蓝线 地面形成 高楼柱起 上一秒的废墟 变成了下一秒的神界 科技跟线条的完美融合 男人终于在异界 完成了自己的毕生梦想 建成后 男人让首领放大家走 但对方转过头 轻轻地问了句 你们真的想走吗 站在这里的哪个人 不是为了逃避现实 才来到梦境的世界 可以感知鬼魂 召唤分身的 现实里 是个精神分裂的疯子 可以绘制地图 过目不忘的 现实里 是个门都不敢出的自闭症 包括男人 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没人欣赏他的作品 没人购买他的方案 这种情况下 还会有人想回去吗 众人一时无语 都有些犹豫 可当他们决定留下后 首领突然变卦 紧接着 一个胖子的身体开始溃散 然后渐渐消失 原来 现实中 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拔掉了他的氧气管 首领关闭扶桥 回了挥手 走向安全岛 大家都不知道该做点什么 男人却突然想起 现实里的一分钟 等于异界的十分钟 所以 他们还有机会自救 而且 首领可以随时自主醒来 异界跟现实 肯定有条通道 他们火速跑回工厂 中途看到一座神庙 男人猛然想到 自己昏迷前 屏床对面的墙上 就挂着这幅画 只要走进去 就能回到现实世界 但首领显然不会这么轻易 放他离开 两人扭打在一起 突然 首领蹲在原地 看向自己的身体 液体渐渐散去 使黄毛化成的怪物 救了他们 男人带着女友回到现实 做回了那个默默无闻的建筑师 但这一次 女友一直陪在他身边 给他鼓励 可就在对方转身离开后 男人的手掀开了一张草纸 下面压着首领 寄给他的腰醒函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俄罗斯电影《异界》 特效场面可以说是辉弘壮观 结局是经典的研究所环节 但最后男人拿出邀请函的举动 给观众留了个遐想的空间 虽然首领不在了 但研究所还在 而且他现在已经知道了 出入异界的方法 真的会老老实实 在现实里当一个失败者吗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